整块树的三公斤就一合六 好 这个第一层就算来好了 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盘子里现在不要用光 让留一点 留一点干什么呢 我们调第二笔 这个时候水分不要太多了 树的第二层 那就开起门 三绿 很广 这层颜色就明显 你开始第一层颜色 这个叫量很多 好 比方说 我们这个调好以后 我要染这个树 高出它这个树一点 把它染过去 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 很多学员在染这个第一层的时候 染到第二层它跟第一层完全是分开的 你看我这个染了以后 第一层和第二层是完全是接住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在染它的时候我要把它 衔接一下 基本上就把下面一起衔接一下 它就下着很自然的 就过渡了 好 差不多 这种盘子里还是剩一点颜色 再沾一笔水 现在太起来不加了 就加三绿 藤黄 它会显得更加亮了一点 它会显得更加亮了一点 我染好了以后 基本上每棵树都是那个什么 都是那个底部 下面都没了 有些学员还染的是一层 两层 三层 染完以后外面留了一个圈 留了一圈白色 倒是你在染第四层的时候 这个顶上 就一个圆圈围着这个树 很不好看的 每棵树最新还有一个底部 你看这个树 前面三层都是一样的 我看这个树